我想你的脸 却是能感见你也虚无 是不是上帝在我眼前照着蓝眼 我的心态 在市长谢国良的邀请下 基隆的爱心音乐大使许哲成 特别在模范劳工表扬活动中 自弹自唱你是我的眼 温暖的琴声与歌声 让台下的劳工朋友相当感动 很开心今天在文化中心 可以在演艺厅 跟我们所有的劳工朋友 来问候来请安 这个许哲成是我的一位好朋友 刚刚大家都有听到他的演奏 我觉得他的钢琴演奏 让人家觉得很感动 可是最感动的就是 他如果连唱的时候 我有时候都感觉 每次都快要掉眼泪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觉得 看他这样子又唱得好又演得好 很感动 那我觉得他很像我们很多劳工朋友一样 都是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 非常努力认真 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做到最好最棒 所以我真的觉得这个哲成也好 我们所有在座的劳工朋友也好 那种努力奋斗不懈的精神 是小爱爸爸跟我们市政府最为敬佩跟敬仰 肯定劳工们长年辛苦的付出 市长谢果良也在社会处处长杨玉鑫的陪同下 亲自颁奖表扬每位模范劳工 那劳工朋友非常辛苦 那国良也要对所有辛苦工作的朋友一方面致敬 一方面我们市政府会更关心劳工朋友的权益跟政策 希望把我们的服务做得更好 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一个好的一个表现 也是说肯定我们劳工在社会上各司其职 能够为我们的社会上提出自己的职业 提出一种贡献社会的一个能量 让他们今天的表演就是表扬 让他们觉得说我在社会上 我这是各司其职做我的工作 让我可以回馈整个社会 然后又得到我们的政府对我们的认定 公司我还会算加载贝 去参加基林经材 还丢名 还不用我去 订阅台北洋庄 回来我又成为港领寺 到现在我现在服务那些人的工作 我现在本来有一个工厅 开第二个机 开吊车 开吊车 还有开吊车 现场还有八卦的办公 大家会是这样的 很感谢中工会推得很轻易 做母亲老公 就是比如说包包啊 我自己还 这帽子也是我自己 真是用车缝的 对啊 我喜欢做这些东西 包包很好吃 对啊 还有我这个 这个我也自己做的 也谢谢那个手工艺工会 推荐我那个 模范劳工 这场模范劳工表扬活动 温馨热闹 现场贵宾云集 包括议长秘书杨文和 跟张耿辉议员 何淑平议员 陈明健议员 及秦真议员 都亲自到场参加 肯定劳工朋友 在各自岗位上的辛苦奉献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 没关系 谢谢大家 谢谢观看